好 那H這邊也有一個故事 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讀者寫信給我講 就是說他跟他的男朋友 在打工的時候就認識大學的時候 然後他們兩個一起畢業之後 就出出了 就到了公司上班 但是因為部門的調動的關係 這個男朋友就被調到北上去 不知道他們本來是中南 不管哪裡 到北上去之後 這男朋友忽然就消失了 就沒有聯絡了 原來他遇到了他前女友 兩個就就情 忽然就在一起 然後這個女讀者就很難過 可是又過了大概一年左右 這個男生又被調回來了 可是被調回來之後 這男生是帶著女友一起回來的 然後還在追求我這個女讀者 就把這女讀者追回來了 於是這個女讀者 就從本來的正工變成了小三 那就變成在一個 在同一個 他們在同一個部門上班 然後那女讀者就很難過 就是說他本來是他的女朋友 可是為什麼過了一兩年之後 回到他身邊 他就變成小三了 而且他要看著他跟他女朋友 他現在真正的女朋友 在公司門口等他 然後或者是說 他跟他男朋友在做愛的時候 做到一半 他正工女朋友打電話過來 然後他假裝說 我剛睡醒這樣 就是假裝自己 說謊 假裝小三是不存在 後來這個女讀者 這個小三怎麼會忍能忍受呢 就是愛嘛 我覺得這有時候就是愛 然後這個時候小三對 他後來不能忍受了 他覺得對不起這個正工女朋友 於是他自己跑去跟這個正工女朋友道歉 就說我我我是你你們現在感情 你們的小三我對不起你 我不好意思 我退出 然後他就他也跟公司申請調動部門 他就跟那個男生就分了部門 分了部門之後 後來聽了沒多久 那男的果不其然 就是跟原本的那個女朋友分手了 因為可能那女生知道了 你在外面有小三 那小三還來找我道歉 我也覺得你這個男人 這個不能信任 對然後他就跟原來女朋友分手 這個時候他就又回過頭來找女讀者 然後女讀者又答應了 就這樣繞了一圈之後 因為其實本來就是有感情的 然後女讀者又答應了 那答應了之後 兩個就開始又相繼交往 大概四年 這四年中間 這男生不斷地有跟別的女生 有曖昧的對話 或者有約炮我有幹嘛 然後這個女生都 女讀者都是真一之眼 閉一之眼就算了 結果四年之後歷史重演 這個男生又在跟部門裡面 同一個女生又搞上 又劈腿 真的又開始交往 然後女生 女讀者 這次真的受不了 他說我沒有辦法再接受 我要跟你分手 然後男生就說 我跟那女生不是認真的 我們是玩玩而已 我會跟他分手 然後他就跟了 跟那個同部的女生分開了 分胎了之後 女讀者跟這個男生說 但我不想跟你繼續 男生說不 可是我不跟你分手 我還是要繼續跟你交往下去 為什麼 他不是都一直把他當備胎嗎 對 但是這就是一個偷吃的人 很奇妙的一個心態 你知道嗎 你說偷吃有一有二就有三 如果如果他是認真 怎麼講 把他的對象 當作一個對象的話 其實有一有二 他中間就可以分開了 他其實就是把有一個人在我家裡面等我 這種是一個很安心的狀態 我在外面是玩的 每一個都是玩的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讀者的故事出現 所以這個男生算很忠心 我應該講偷吃的人都有這種心態 他覺得他心裡面 他認為他愛的是這一個人 可是他出去外面玩的 不管你怎麼看我也好 我都可以跟你講 我心裡面愛的是他 不管你看我跟誰在一起 我心裡面愛的就是他 我吃一個吃兩個吃三個都一樣 這什麼心態 我覺得這個心態的話 有一點他是他的精神支柱 因為這個通常都會 誰是誰的精神支柱 就是那個在家裡等待他 都不會走的 怎麼樣都不會走的那個人 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由這個小三 這個角色有可能是原配 就是他一直在外面偷吃 一直偷吃 但是在家裡總是有一個人 會默默的等他 然後無怨無悔的對待他 然後不求回報的對待他 那這種人對這個男生 對這樣的外遇者來說 他算是一個支柱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通常 這種類型的外遇者 會跟他原生家庭有關 就他一旦把你安頓好了 就是他覺得 你已經是我的另一半了 我就要開始出去玩了 另外一個剛剛Cincia 提的那個故事 就是說激情這件事情 在很多夫妻關係當中 常會走入倦怠跟枯水期 那激情大概最多最多兩年半 就會遞檢 他就是有一個波動 規律的波動 就是兩年半一定遞檢 所以像剛剛說 合議會三年左右會出軌 有可能就是兩年半 很多人的感情也是兩年半左右 如果沒有結婚 如果沒有結婚 沒有安定下來 這時候也很容易分手 或者是出軌 而像剛剛H提的那個故事的女生 他配合度又高 那對方就會覺得 你都會在我身邊 沒有問題的 但有時候我覺得很可惜的是配合度越高 他的對你的珍惜度越低 因為你都在 你永遠都在 因為愛情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心理 叫做難到手 對 你那麼容易 然後一直在我身邊 除了像我剛剛說 那種支柱型的角色以外 那有些人他就是喜歡難到手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很容易到手的女生 那有些你配合度那麼高 然後相對的 他真的會對你 我自己做諮商 其實覺得很遺憾的是在這裡 你會發現那種討好型的女生或男生都一樣 不管是男女都一樣 其實都不被珍惜 因為我們都喜歡那種費盡千辛萬苦 才得到的感情 我們就會覺得這種感情 才是值得珍惜的 那如果對方對你很好 然後什麼都給你 然後開放度 什麼都對你好 你就不覺得他有什麼 當他存在的時候 你不覺得他有什麼意義 他真的是像空氣跟水一樣 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 要離開才會感覺到他的重要性 是是是 好 那麼另外是桃園 有一位空姐 他姓游 游小姐 他跟郭姓的機師 在空中相戀以後就結婚了 可是十年後 這個機師外遇了女同事 被抓到了 那這空姐就提告 法院判這個小三要賠五十萬 同時空姐要丈夫簽下防偷吃條款 這個偷吃條款 等一下一定要注意講一下 他承諾說往後 如果跟其他的女子 發生超友誼的互動 那麼就需付給太太五百萬 可是機師因為太好賺了 根本沒在怕 來 志偉 這故事是怎樣 應該講說 因為其實這個 他成為新聞之前就有聽過了 因為在空服員當中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外遇出軌 然後老婆真的拿到一筆錢的 那當然當時這個判決是你還可以上訴 那最主要是說 因為他跟他的空姐太太 他們兩個 因為老公是機師 其實很多空服員嫁給機師的 那他結婚二零零七年結婚 那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就是說結婚十年 然後也生了兩個小朋友 那才發現說老公啊 其實他在偷吃了一位同公司的女同事 那這個女同事她是不是空服員 不可考 不知道 但是據傳也是空服員 那就等於是她的同事了 那可能就是他跟這個莊姓的女同事交往 被他的太太發現 那他那時候發現他們兩個多次 就是出入這個摩鐵 那應該也是有找真心社去跟才拍到 而且那時候還 通姦還沒有處罪話 所以他就是提告了 然後那時候把院是判決 這個莊姓女子 因為你你就是通姦被抓到 就是等於現在講親愛配偶權 就要就是被判賠五十萬 那當時他老公呢 就是簽了一個這個不再偷吃的條款 而且他上面載明 我覺得這當時 也許是有律師知道 因為寫得真的很清楚 就是本人保證絕不再犯 日後議會加倍疼愛妻子跟照顧家庭 以實際行動證明本人悔過之誠意 若未來再與妻子以外之女子 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活動 你看他還寫包括但不限 這都是法律用語 於性行為牽手 摟抱 單獨親密行為 曖昧延遲 簡訊電話 LINE 電子郵件等等 他是每違反一次就陪太太五百萬 這很可怕 我傳一個LINE給他說我好想你 五百萬 那他不小心跟他碰到手了 被太太認定說你跟他牽手 也是五百萬這樣子 所以人家說賊心該拜是這樣 這個老公要傳訊息給他的外遇對象 居然傳給太太了 所以是不是你講說小孩是一件事 就是有這種二百五的 我要傳訊息 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回收的功能 就被太太發現了 但是這個太太他很聰明 搞不好要收回已經來不及了 反正就是他就不動聲色 他就沒有去跟這個老公吵 沒有去跟這個機長吵 他就反而在這個時候 就又再找了真信社 然後去跟拍 那就拍到一點串的證據 那當然就提告了 就拿出這個竊節書 那當然這個 因為證據就攤在眼前 所以其實這個機長先生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他就是跟法官講 我就是留職庭薪 那我每個月 雖然我們婚姻關係是在的 可是我們感情已經不好 都分居了 我一個月要付十幾萬的 所謂的教養費給他們 現在要我拿五百萬 我拿不出來 那法官說 但是你是機師 你應該還是有錢 沒關係 那就是女的賠一百 因為你就是一再犯 你就是慣犯 前面已經判你五十萬 所以double 五百萬 裡面你要負責一百萬 那這個老公賠四百萬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警惕效果 第一個要賠四百萬 第二個他也被留職庭薪了 其實對對他的這個 整個職業生涯傷害是很大的 對 請大家搜尋新聞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